男子騎機車到加油站加油 夾完之後他蓋上了蓋子 向站在加油島上的員工走過去 不是付錢 而是拿出一把水果刀 說他要搶錢 員工嚇得退筆三射 一旁排隊等候加油的騎士 也趕緊往後倒退 他走到加油島的收費 停東翻西澡 搶走了8枚50元的硬幣 總共400元 員工大聲呵斥 立刻報警 由於派出所距離加油站 只有150公尺左右 警方借貨報案立刻趕到 他竟原警到場沒有反抗 把水果刀及錢幣擺在地上 束手就擒 經線上巡邏警力 迅速抵達現場 及時逮捕正姓犯嫌 並查獲作案用水果刀 及得手的賬款400元 全安依強盜罪嫌 移送地檢署偵犯 隨時記者犯案的男子 現年58歲 他說是因為長期失業 沒地方住也沒有家人 生活都快過不下去 才挺而走險 據了解犯險 細因經濟困困 才挺而走險 下手犯案 警方見他可憐 雖然仇募物資救急 但他不尋求正當管道求助 行搶加油站 還是得依搶到最嫌送辦 TVBS新聞顧首昌 談談報道 請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